当打开Set Alight 3D时,启动屏幕会出现在这里,你可以访问最近使用的文件,或者从三个房间的工作室模板中开始全新的项目。 正如你所见,一个起始场景在这里等待着我们。 这里有一个快速回顾,帮助你定位。 你看到的是工作室,你正在其中创建你的设置。 非常重要的是,工作室里没有进行灯光计算,阴影是基础的,仅用于粗略定位。 在那里,你可以进入相机视图模式,这可以在这里和这里调整。 完整的灯光计算在相机内进行。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顶视图,即从上方看工作室。 这里,你可以切换到设置列表,其中包含所有放置的对象。 稍后你拍摄的照片会显示在这里的时间线上。 在这里,你找到模型、闪光灯、连续光辅助和道具。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你当前选择的对象的详细设置,例如在模型上。 通过按住鼠标右键,你可以旋转房间或使用鼠标滚轮缩放。 当然,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导航在这里完成。 设置,我正在删除工作室内容,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从头开始。 我们的第一步,是将一个模型放入工作室。 也许还有一盏灯,这样就不会太暗。 模型的总体操作非常广泛,因此,我们只向你展示一些精选细节。 接下来,你选择一个合适的风格。 有大量的风格可供选择,还可以进一步调整。 我只是从道具部分拿一个盒子,这样,我稍后,可以放置模型的角。 背景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正如你可以看到,对象可以直接在工作室中点击并移动。 现在我们继续进行姿势选择,从模板中选择一些合适的。 预设可以在这里找到姿势。 我们进入姿势模式。 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姿势模式。 或这里激活它。 在姿势模式下,你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姿势,当然也可以稍后保存姿势。 有两种模式,简单模式和高级模式。 让我们从简单模式开始。 在简单模式中,有三种移动肢体的方法。 例如,你可以在房间里移动臀部或按住Shift键旋转它。 通过按住Ctrl键可以实现倾斜臀部。 这个功能取决于视图角度。 如果你从侧面角度观察模型,你可以通过Ctrl键来回倾斜模型。 让我们切换到高级模式。 在高级模式中,你选择一个区域,然后可以通过旋转手柄非常详细地控制一切。 所以,你可以非常直观地在简单模式中工作,但不是很精确。 而高级模式,为你提供了所有细节的完全控制。 在定位模型时,四处旋转非常重要。 我建议你使用照片作为模板,这样会更容易。 顺便说一下,你始终可以在任何时候找到帮助。 我建议你,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观看一个特别关于姿势的视频。 当你将照明拉入工作室时,它总是直接指向模型。 通过旋转手柄,你可以按你的喜好定位它。 如果你在这里改变方向,光线就会固定在激光指针瞄准的点上。 通过点击这个图标,光线方向会恢复到模型。 在这里,你可以交换光质,以便比较照明效果。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变体,并选择蜂窝状。 你甚至可以交换闪光灯头本身。 当然,也可以使用颜色滤镜。 在这里,你甚至可以调整灯光的色温。 让我们也许甚至为背景上色。 当然,不要忘记我们的创作中的一个小效果灯。 灯光的强度,可以在这里的设置列表中调节。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每个闪光灯发出的瓦特描述。 你还可以在这里阻止一盏灯。 也要记住,只要你只使用闪光灯,快门速度的变化几乎不会影响图片。 这是因为,闪光灯的持续时间非常短,快门速度只在使用连续照明时完全生效。 现在该拍摄第一张照片了。 在这里,你可以拍摄一张,设置将与图片一起保存在时间线上。 我们也可以立即渲染,但这需要更长时间,试图会切换到试图模块。 同时,现在你也可以创建你的设置的不同版本,并保存一些更多的快照。 一旦你对结果满意,切换到试图模块。 在这里,你可以再次查看你的结果,并相应的渲染图片。 一旦图片被渲染,你可以使用这里的按钮,直接切换到渲染目录。 在切换之前,保存你的项目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直接带你进入正确的目录,而不是你的操作系统的临时文件夹。 你将始终在保存项目的目录中找到渲染文件夹。 导出。 在这里,你将选择是否要导出PDF或JPG,并决定一个合适的模板。 现在,你可以在这里,通过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区域,来调整顶视图,并使用放大镜调整图像部分。 现在放置设置字段。 按住鼠标左键,允许你绘制尺寸线。 如果你在释放鼠标按钮之前,按住ALT键。 你可以按你看到的合适方式尺寸任何点。 现在相应的调整工作室视图,导航与工作室相同。 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添加一个标题并嵌入你的标志。 现在一切都完成了,你可以导出你的第一套设置。